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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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的家推开窗可能是对面邻居家的窗 户外的家推开门窗的时候上千亩的景色都是我的 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只有一把斧子和一坨柴火 那帮都市白领地人们就开始抢斧头去披这个柴火 不亦乐乎 很多人在灰汗如雨地披了几根柴之后就找到了巨大的成就感 你知道有多少人是在毫无成就感的这样一种状态下生活了很长很长时间 你的人生基本上都是在做那些大事 事业什么家庭 但是其实我觉得活到这个岁数 我越来越感受到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不一定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比做饭费时间 他费时间但是他能把你的时间记录下来 那每一刀都是几秒钟的时间 就是最起码你能看得见你时间去哪儿 能参与一次盖房多爽啊 你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就包括我自己第一次独立完成搭帐篷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还当棒呢 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觉得自己就是哥伦布你能理解吗 一 二 走 通过这几天格外认真的生活 那种成就感它会提醒你你活着